草屯镇新庄国小举办万圣节游街活动 借由此次的活动 不仅可以深入社区每个角落 也能跟社区间的居民 以加换糖果来做互动 使整个社区都充满着万圣节的氛围 学校特地跟社区一起整合 来让小朋友以及社区 度过一个万圣节的一个晚上的活动 小朋友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高兴 粉末登场 为了万圣节来乔庄 许多曾经万圣节里面的许多的 应该是说装鬼 以及下人 以及取糖果 这样的一个活动 学校集结之后 会走入社区 跟社区民众做一个糖果上面的互动 走入社区与社区居民互动 让社区与学校间都能更加和乐 享受过节的气氛 先议员黄文君肯定林校长的用心 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体验万圣节的打扮 而另一方面也炒热了宁静的社区 曹泽新庄国小这次举办的万圣节的活动 也非常感谢家长会 他们的参与 把自己所有的那个 idea 什么都拿出来 每个小朋友 扮成那个一些 非常特殊的角色 来游街 由那个新庄国小 然后到新宪宫这边来场观 非常感谢所有的师生 校长与家长和小朋友 希望说每一个学校能向他们学习 来举办这个万圣节 也非常高兴 这些小朋友家长 沿路的分给那个 那个每一户的人家 糖果 让他们分享这些喜业 透过学校与社区间的配合 让学生与社区居民互动 体验不一样的万圣节 记者 李永胜 草屯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